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飞刀一向是武侠小说中出现最多的暗器 而且经常用人刀合一来形容飞刀手法的精神 听闻就有这样一位飞刀骑人 刀法出神 百发百中 从未失守 体验者立刻出发来到了这位骑人表演飞刀的地方 希望能亲眼见证他的飞刀绝迹 在这里我们见到了飞刀网友 体验者跟随着他进入到了表演场地 据网友说 只要他晚上有表演 白天都会在这里训练 他要让自己时时刻刻保持最佳状态 王勇随手飞出的飞刀 虽然全部准确击中了远处的木板 但是飞刀的落点并不是很准 王勇的飞刀绝迹到底是真是假呢 王勇特意换上了平时表演用的服装 全副武装的来到了体验者面前 随他出场的就是他多年的搭档 也是他的妻子 王勇手拿几把飞刀走向了远处 目标就是妻子手里的两只气球 两者距离大概五米左右 如此距离飞刀想要戳中靶子 并插在木板上 王勇必须用力飞出 太棒了 通过高速摄像机记录下来的影像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飞刀在空中旋转而至 准确地打爆了两只气球 随后的目标换成了两只玫瑰花 但从目标的体积上来讲 玫瑰花较明显小于之前的气球 而更为重要的是 如果想要削断玫瑰花 那就必须要让飞刀准确击中 花朵与枝叶相连的部分 前后两种的难度差距 简直是天壤之别 太准了 哇 通过高速回放看到 飞刀准确无误地击中了花朵与枝叶相连的部分 可以说没有丝毫偏差 王勇的飞刀真的这么准吗 还是他和他的目标之间是否存在着什么秘密呢 体验者决定代替王勇的搭档 亲自体验一下刀尖从面前划过的感受 王勇对于没有合作过的目标非常谨慎 这时候体验者也开始紧张起来 飞刀一瞬间从体验者的眼前划过 准确地削断了玫瑰花 这个算是我人生当中所经历过的最危险的吗 不能说是最危险吧 但是最提心吊胆的一次 从王勇的状态可以看出 完成这样的表演还是十分轻松的 用王勇的话说 刚才的表演只能算是简单的热身 真正的表演还完全没有开始 王勇还在做着准备工作 而他的妻子始终站在靶子面前 看着他俩仔细商量的细节和两人脸上凝重的表情 看来随后的表演难度将再一次大幅升级 也全了 再给我继续 进铸入镜与可量的细节 уй traders 没有 最限 tod比 给你 是 入腹 表演仅仅持续了不到半分钟的时间 然而看上去却十分漫长 王勇每一次出手都惊心动魄 最后几刀甚至以极小的距离 紧贴妻子的咽喉和头部 牢牢的钉在了木板上 体验者决定鼓足勇气体验一下迎面面对飞刀的感觉 尽管他很相信王勇的水平 但是为了保险起见 我们还是给他带上了护具 并且让他坐在了靶子面前 王勇的飞刀百发百中 这是多年刻苦训练才练就的绝技 特别提醒一下观众朋友们 千万不要轻易尝试模仿 不要丁着眼睛 快点 怎么样 可以玩了吧 是吧 我刚才明显的能感觉到 这个刀在你的脸边呼啸而过 发出的这个声音 而且是那个声音 咚的一下就钉到了木板里边 应该是它完全的在发力 王勇之前的表演没有一刀失误 而且每刀都很有力 到底是经过什么样的训练 才能练成这样的飞刀绝技呢 接下来的表演更令人匪夷所思 他的搭档举起了一张纸 王勇将要在完全看不到搭档上半身的情况下 完成这次表演 飞刀穿过了挡在目标面前的纸张 牢牢地钉在了木板上 而与搭档的距离 与之前的表演相差不及 看不见目标 飞刀的准确程度竟然丝毫没有下降 接下来的目标又换回了两支气球 在看过之前的表演后 我们认为这个表演难度并不会太大 然而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是 王勇竟然把自己的眼睛蒙了起来 体验者将摇动手中的响铃来帮助王勇确定目标 王勇接下来将要表演的 居然是听声变味的蒙眼飞刀 你听好了吗 好 一二三 一二三 王勇在听过声音之后 果断抬手投掷出了飞刀 先后两次准确命逐目标 这匪夷所思的引语 让在场的体验者也很震惊 原以为只有在武侠小说中出现的绝技 居然实实在在的呈现在了我们面前 在看过王勇诸多绝技之后 我们决定带着他来到北京体育大学 希望通过这里的科学仪器 来帮我们揭开这些匪夷所思的绝技背后的奥秘 研究人员决定在他的身上贴上标记点 通过运动捕捉设备记录下他每次投掷的动作 并且在他投掷的飞刀上也同样贴上标记点 希望通过飞刀的运动轨迹 更为精确地看清整个投掷过程 在测试开始后 王勇先后投掷了数把飞刀 可以看到王勇的状态保持得非常好 飞刀几乎都命中了十字目标 而动作捕捉设备也准确地记录下了 王勇投掷的全过程 王勇飞刀的奥秘将通过这些数据呈现在我们面前 第二个图就是咱们的肘关节脚 肘关节脚 因为它在动作当中咱看到它是这样走 这样再伸出去 也就是说先是角度大 你看变小 曲 然后再投出去 再伸 那么这三条线的重复性 你发现也几乎一样 几乎一模一样 那么它这样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变化的重复性 也表明它从整个胳膊从肩到肘 然后到手 它的动作的一致性就非常好 肘关节夹脚 指的是在投掷过程中 大臂与小臂之间开合的角度 数据曲线的变化 准确地记录了角度的变化 通过肩关节夹脚和肘关节夹脚 以及飞刀轨迹这样的关键数据得出的曲线图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王勇每次投掷的数据曲线 几乎是可以完全重合的 这就意味着每次的投掷动作都保持着同样的姿态 就像大多数运动一样 通过无数次的训练 靠肌肉记忆来完成整个动作 看来这就是王勇百发百中的秘诀所在 这需要多年的苦练才能够做到 这种训练没有足够的毅力是很难坚持下的 在对王勇进行过研究测试之后 我们似乎明白了其中的奥秘 然而王勇居然还有令人意想不到的终极表演 轮盘飞刀 太棒了 快来快快请下来 这惊险的荧幕如果不借助高速摄像机很难看清 在轮盘高速旋转的同时 想分清哪里是木板 哪里是他的妻子都十分困难 更不用说 还需要把一把把的飞刀准确地定入木板当中了 这项绝活考验的不仅仅是眼疾手快 还需要表演者有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 稍一犹豫就会酿成大火 如果说王勇的人刀合一只是一种形容命中力高的说法 那么下面这位表演者就真的能做到人剑合一了 他能把自己的身体变成一把剑翘 把锋利的钢剑收入身体 体验者得知这位奇人经常会在公园里沉练 特意赶来一探究竟 在这里体验者见到了正在练习的琴香香 我能 我能触摸一下您看的铁球 钢球 我可以检查一下吗 可以啊 还挺重的 我真的以为它是一个魔术道具 但是我现在拿到这个东西 分量还真的是很重的 根据看到的情况 体验者还不能确定 香香确实是把一个真正的钢球挣进了肚子 体验者准备亲自试一下这个钢球的真假 我今天要以身试球 真的很难想象这样一个这么大这么重的一个钢球 一个弱女子都可以把它吞下去 我吞了啊 真吞的啊 这个钢球看起来确实难以下咽 注意安全啊 这个钢球啊 刚刚就是你张到嘴里就会人会有一种这个 条件反射就会有一种想呕吐的感觉 因为太大的物体到嗓子里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是吧 同样一个钢球带给两个人不同的反应 进入体验者的喉咙引起了呕吐 而香香在吞钢球的时候却没有这种反应 表现得很轻松 我还可以吞宝剑 还能吞宝剑 我能目睹一下你把这个钢剑吞进身体吗 可以啊 香香从自己的道具箱中取来了一把宝剑 我的天哪 我能看一下你的这把宝剑吗 这个这么长就吞进去了 体验者要再检验一下 这是不是一把货真价实的宝剑 还有这个带着近声风声 这个是我今天早点我也没吃 是不是太浪费了 没事 削开它正好我就吃了 一二三 真的是一把如假包换的钢剑 秦香香真的能把这把钢剑吞入口中吗 一把钢剑的长剑除了剑霸露在外面 钢刃整个被香香吞到了肚子里面 太厉害了 香香练就的吞剑绝技 究竟是掌握了控制食道和咽喉的特殊技巧 还是它的身体构造有益于常人 为了找到答案 体验者安排了一个没人打倒的环境 对香香吞咽的钢球和钢剑进行了测量 在这里 香香还将表演更加让人难以置信的绝活 口吞弯剑 首先体验者要对秦香香的钢剑进行测量 希望能够得出准确数据 45厘米到46厘米大概是这样一个长度 也就是说45厘米的剑身 你吞进去 那你觉得它应该是进入到你身体的哪一个部位了 在食道的最下面 食道的最下面 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至少应该是已经进入到胃里边了 接下来是测量钢球 是39厚米 就是4厘米 虽然正常成年人的咽喉 最狭窄处 宽度会随着呼吸而改变 可是秦香香身材并不魁舞 香香体内是如何融下这些道具的呢 比直剑长度更长 难度更大的弯剑 香香能不能把它吞下去 体验 体验者发现 香香通班间的时候 身体的姿态 发生的很大变化 通过近距离的接触 测量道具的数据 体验者确信 香香的绝技没有作假 但是还无法了解到 在香香身体内究竟发生了什么 带着这个疑问 体验者和香香来到了北京试体谈医院 要通过影像学的检查 在医生的帮助下寻找答案 现在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你的身体构造 可以了是吗 可以了 可以了 谢谢 谢谢 天哪 我觉得 看这个比看着真人流氧 更下着任性 这个经常买个位置的 基本上到了时到下方 时到下方 还没有进入到位置 透视证明食道的柔软性 使香香的体内有足够的空间 容纳下这把钢剑 但是它还要克服一个困难 对 它都要避住气 然后这个回颜 然后这个 才能把这个 气道的入口给它盖住 然后不至于它插到这个气管 那我又成啥样了 根据专家的解释 吞咽和呼吸不能同时进行 意气是表演吞剑的秘密之一 接下来 香香吞弯剑的绝技 也会真实地呈现出来 开始了啊 嗯 和吞直剑相比 弯剑进入体内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这个弯剑好像是更难捧很多 这个是进入到哪个位置了 好像都是已经 这个弯剑插入到身体里边一样 在吞弯剑时 香香在改变着自己身体的姿态 将头部 颈部 胸椎一系列侧弯 并且利用身体内部 咽喉部和食道自身的柔软性 来适应剑的弧度 才能容纳这把弯剑 在检查完毕后 秦香香即将在体验者的协助下 进行一场终极挑战 它将在吞下钢球之后 再吞入五把钢剑 此时此刻 现在好像这个现场的空气都越来越沉重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终极挑战还在继续 一个钢球 三把钢剑已经成功进入香香体内 接下来是最后两把钢剑 不管是王勇的飞刀绝技 还是秦香香的收剑物体 这都是经过无数次的磨刘 才能练出的绝技 起初的失败并未让他们放弃 凭借着挑战极限的决心坚持到了今天 可以说他们的成功是一种从未放弃的成功 银行卡在自己的手里 密码也未曾泄漏 钱却被别人取走了 你的银行卡安全吗 怎样才能守住自己的钱包 敬请收看走进科学 我都不愿意